今天非常幽默将带你一起玩转欢乐了 我们有炖鸡怎么炖出魔性 爸爸喜欢这么玩 当你吃到难吃的东西时 我也是宝宝 我也要吃奶嘴 非常幽默 马上带你了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心理解压节目《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莫莫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笑 我是雨燕 之前不是妇女节吗 我们单位就特别热闹 所有的女员工都有一些过节的小福利 这个时候男同志们就不乐意了 纷纷抗议 为什么有妇女节 没有男时节呢 其实想想确实是 男人们也真的不容易 你们看啊 这孩子呢 受到委屈的时候 人们就会说 连孩子都气负 女人受伤害的时候 又会有人说 连女人都不放过 老人受伤害的时候 就说 连老人都不放过 可是咋就没人说连男人都不放过呢 可是成年男人出点事 都活该倒霉是吗 不得不说 当男子汉真的是太可怜了 小朋友啊 你还是祈祷 不要长大吧 我还擦什么桌子呢 一起活动起来吧 好 这样的女人也真调不得起啊 好歡樂的一家人 爺爺 爺爺武功不減當年啊 爺爺一看年輕的時候做有故事啊 小孩子還是喜歡自己玩 可以嗎 可以 我要爬上來再玩一次 你可以做 怎麼上不去呢 我一定要自己爬起來 我發現了小寶寶們的一個共同特征 一個人摔倒的時候 絕對不哭不鬧 乖乖地拍拍灰 就站起來了 但是當有大人在的時候 他們多半就要哭著 求完未求抱抱了 這其實啊 跟現在很多的女孩很相似哦 沒有喜歡的人的時候 就算摔斷腿 也懶得發出任何動態 泰然自若 把腿 衝進街上就是了 但是有了喜歡的人之後 哪怕是吃飯的時候 輕輕咬了下嘴唇 也要發個朋友圈 嘴唇好痛哦 然後歡心雀躍的 坐等著喜歡的人過來關心問候呢 誰還不去寶寶呢 姐妹們 是這個意思嗎 好了 又到了看咱們朋友圈和微博裡 那些轉發量較多的趣圖的時候了 一起來看看吧 突尼尼勒 孩子啊 蝙蝠俠是給你買回家了 但是蝙蝠俠的汽車我是真的沒能買到 你先用這個代替一下吧 如果電影裡的蝙蝠俠換成了這個座齊 還會有人看嗎 在路邊打了一輛車 雖然速度挺慢的 但是便宜又環保 忍一忍還是OK的 老闆 對不起 上班之前打了一輛 下班之後才到公司 哥 這雪糕你是一個人吃掉嗎 真的不給我嚐一口 你看看我這小眼神在考慮考慮 對不起 誰在說話 我看不見 孩子每天都跟我說他想喝可樂 沒問題 來孩子多喝兩口 免得你說做父母的對你不夠好 這位家長朋友 你是想變魔術嗎 你隔著屏幕給我喝一個試試看 這是我曬在東北陽台上晾曬了一個晚上的襪子 早上收回來已經變成棍子了 不對應該是比棍子還硬 心疼東北的孩子 家長到陽台上隨手都能拿到一件武器 愚蠢的人類 快點在我面前跪下 我就教你們如何在夾縫中生存 這將成為你們日後行走江湖的必備技能 別在這吹噓了 到底需不需要我們把你救出來 小汪才 我是想和你握手 你搖我幹什麼 這就是你示好的表現嗎 說句實話 你手嚐起來味道不錯 各位顧客快來 本店的蘇格蘭打滷麵 老闆 老闆 在你們飯店吃飯 能免費看小品嗎 女神約我和她一起健身 看到她的熱身動作 我就直接跪了 我還是回家看電視吧 因為連熱身動作我都完成不了 小哥 你不試試就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真的不行 你才是熊貓 你全家都是熊貓 我的主人也不知道什麼病犯了 怕我弄成這樣 朋友看我黑眼圈都以為我連續熬夜一個月了 更可惡的是主人再也不給我餵骨頭了 這人的全是竹子 你快把我放下來呀 說好了帶我出去郊遊 結果坐著一輛摩托車就來了 而且你還不是司機 大哥 哪怕你自己騎著摩托車載著女友 都別有一番滋味呀 摩托車怎麼了 誰瞧不起摩托車 那是因為自己沒有將摩托車發揮到極致 你看我搬家 連搬家公司都不需要 給你一輛摩托車 你就是搬家公司 以後再也不玩跑坑了 吐全弄到我臉上來了 我可是這十里八香四海八荒 出了名的愛乾淨 有潔癖 別裝了 有潔癖的貓怎麼會去玩泥吧 看完去圖呢 咱們再來說一件趣事 上次看官方微博的時候 有人反映 現在這些小學生們已經逆天了 假如你考試不及格 怎麼整呢 改分數 惹爆了 他侄子三年級 試卷發下來67分 把卷子有批改痕跡的部分 用白膠布遮住 然後重新打印一份 填上正確答案 自己打個98分 然後自己去買了獎狀 全部過程 這都不到十塊錢呢 他爸還獎勵了他一百 這商業頭腦 他還要我幫他分析分析 說他侄子以後適合幹嘛 這麼危險的孩子 要是老走歪門邪道 他以後可能會被抓起來的 狗子 你覺得我說的對嗎 你覺得我說的 你覺得說什麼 你覺得說什麼 我沒空 我要出去玩 我不是什麼假狗 我要用口水腐蝕這把鎖 我一定會成功的 這還隱形不給他嗎 這隻貓滿手都是戲呀 有人嗎 有東西吃嗎 我摸摸 睡覺睡得太舒服的時候會怎麼樣 當然是不自覺地露出迷之微笑了 這夢甜得讓我甜嘴唇 喂喂喂 節目還沒完呢就睡著了 我花貓上場給大家醒醒瞌睡 說你們是不是看得太入迷了 當家裡有兩隻貓的時候就不無聊了 我勸你別不自量力啊 或許這就叫破例吧 小姐姐 你這頭髮不行啊 我來幫你做個脫墨護理吧 保證頭髮柔順不分岔 充滿光澤 就和我的一樣 如果你重回園的話 每次只收費三條小魚乾唷 讓我進來吧貓大王 外面快要下雨了 我保證進來就乖乖的 好吧 那是放進去來吧 哎呦媽呀這毛太厲害了 這也是一條會告狀的狗 對的 我進去去去 無聊天 好困 好困 这尾巴 这尾巴哪来的 打扰我可是不是 看我不咬死你 是不是你丢过来的尾巴 还敢挑衅我 狗狗 猫大人猫大人 我错了 饶我一次吧 给你一次机会 我摇了你这个闯过筋 这水塔是不是傻了 咬自己尾巴不疼吗 当狗狗把自己当宝宝时 那也是要咬奶嘴的呢 不准拿走 拿走宝宝就睡不着了 不准拿走 拿走宝宝就睡不着了 有了这个才能黯然入睡 这就是宝宝的特权 猫咪自助示威时机一点都不浪费 好吃 吃完了咱 节约环保 从猫做起 怎么不好吃了 这是什么烂机器啊 我的仆人呢 赶紧来修 来了 这不好了吗 这还差不多 我 我们不用自动喂食 我们可以自己补鱼 水有点凉 别凉了胃 等于热着生 我们吃热的 还有等多久啊 别着急啊 有没有给他们孩子冰冻吗 这样肉才嫩呢 这家里才有弹性呢 水还是冷的 还要再等等 我受不了了 我们待会儿割凭本事吧 当主人给猫咪唱歌 并献上鲜花 它会怎么样呢 其实啊 我们女人还是很羡慕他们的 你们看啊 到了春天的时候 妈和狗都知道要换毛 换毛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穿新衣服呀 猫猫狗狗都有新春装 难道我们女人 连小动物都不如嘛 不买春装 我还是个人吧 看见了吧 女人为了买买买 真的是什么都想得出来啊 好了各位亲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守候 我们下期再见